一起把这个话也演绎一下 我一个人说 我真的有点笨啊 还没有发现我 呦 哇你们可以啊 哈喽哈喽哈喽 给他们买的 当然是 因为你给我买的 就是给给就是给大家 这给你们吗 就是小碗换面 有没有甜的味道 这个有没有甜的味道我不知道 但是就 反正没给你麻烦 没关系我们在 没关系我都在吃 我减肥我减肥 我在吃减肥了 所以还是要严厉一点 严厉一点一点 你想对吧 我们之前那么严厉 对吧 好多啊比如说第一次来 咱们去陪陪着他吃烤肉 好啊 你那是属于最 不出动来陪你来吃烤肉 对对对 小鹿带了一个红帽子 然后穿了一个那个帮衣服 小鹿哥小鹿哥 然后翻舱里那时候 哎其实我们都 就是我们那时候过马路那时候嘛 对对对 然后你俩还去剖头发来着 剖了一次没成功 然后我跟你说 吃碗 没关系啊 那时候我们俩 偷偷剖了 我们因为不允许 我们俩偷偷剖后来 因为我们马上要放假了 给他我们对半个月吧 半个月还是一个月 一个月时间让我们回家 对 我们俩就任性了一下 任性一白就找了一个 理发店我们俩全都漂白了 怎么发现的 对发现我们就让我们 呀还知道放假了 但是告诉我们别回来了 他告诉你别回来了 对 他告诉我让我好好反省 哈哈哈哈 过了那个放了个假 还是让我们回去了 还是回去了 还是回去了 他突然就是你那个年轻小的 对啊 十七八岁 十七岁 就是一弟弟 也挺可爱的 完了以后 忍不住的话他也会生气 也急 那比较怂啊他的性格 他急一急之后 你没有后续了 他就好了 我感觉要跟你 就好了 算了算了就这样吧 对 我急完了我就先就道歉了 我说我哥我错了 特别up 要不然就特别当 没有中间过滤 最近就很好啊 我还有待考察一下 我挺久没见 那你们就好好上课呗 我就撤退了 去哪 我们还有 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做 都想了 毕竟